一個房一個廳 那包含那邊是一個 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 每個月花兩萬五租房子 這樣的花費會太貴嗎 一名說是畢業生 月薪五萬五 在大安區每個月花兩萬五 租獨立套房 水電 網路 管理費 還要另外付 被父母親嫌花費太高 如果剛租社會租到兩萬五 會覺得太高 他薪水沒了 一萬塊一下 資金的話大概也要 差不多也要兩萬塊 但也有家長認為 以兩萬多塊的房租 靠近捷運站 又是獨門獨戶 其實不算貴 全裝大概十二瓶 多不到十三瓶 那我們現在是開兩萬八 同樣位於台北市 十二瓶獨戶套房 客廳有沙發 茶几收納櫃 再往裡面走 廚房配有兩口爐具 樓裡台西腕草一應俱全 浴室乾濕分離 還有陽台空間 那他這間就是一整片的衣櫃 那收納空間是還蠻夠的 月租金兩萬八 臥房還是獨立空間 不像一般套房 完全沒有隔間 離捷運站都蠻近的話 套房型的產品 獨門獨戶 起跳絕對都是兩萬塊以上 薪資收入三分之一 可以作為房租使用 但對於低薪族而言 房租兩萬五 的確很有壓力 如果說你真的是預算有限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去租那一種 包租公包租婆蓋的那一種 隔間牙套房 就是專門出租給大學生的那一種 你才有可能壓到可能一萬上下 如果換到新北市租屋 兩萬五千塊可以租到兩房以上的空間 但就得多花交通費用和時間 根據內政部資料統計 租金指數三年來漲了2.8% 已經是連續三十七個月上漲 房東的購物成本高加上稅付增加轉價 租金水漲船高 短期內無可足的負擔恐怕會有增無減 接著林正堅 紅軍委 台北報導